都说女人是感性动物 不管她们到多大年龄 都需要一个男人去关心她 而且女人的性需求非常强烈 女人30岁像只狼 40岁像只虎 她们都很信心奔放 也都很难满足 女到中年需要港湾 一个30岁的女人 不管她是一个女强人 还是一个弱小的人 她需要一个真正爱着她的男人 每天对她嘘寒问暖 就算她事业再怎么稳定 生活过得再好 可是她始终觉得自己缺一个东西 那就是男人 一个女人不可能永远过一辈子 因为在生活当中 处处都离不开男人 比如说在生活当中 家里有些东西坏了 需要一个男人去维修 自己在遇到困难挫折时 需要一个男人去安慰她 给她一个肩膀依靠 30岁的女人 会比那些20岁的女人 性需要更强烈一些 当她们在选择自己男人的时候 会通过很多对比的方法去判断 她适不适合自己 而且30岁的女人一般都很独立 她们不像20岁的小姑娘一样 总是在挑来挑去 最后使自己挑花了眼睛 20岁的女孩 她们才刚刚步入社会 也许对性这方面不是很了解 但对于一个30岁的女人来说 她在这个年龄是最需要性的 然而她在需要性的同时 身边没有一个男人能够满足她 她就会觉得生活过得毫无意义 所以她们觉得自己离不开男人 总要去找一个能够真正疼爱自己的男人 能够和她生活一辈子 她们和20岁的小姑娘想法基本都是一样的 都是需要得到男人关爱她 每天都能够像父母疼爱自己一样去宠着她 把她当成手心里的宝 捧在手里怕摔着 含在嘴里怕化了 心里始终只有自己一个人 当她伤心欲绝时 你能够第一时间赶到 并且去安慰她 这个时候她会觉得内心很开心 终于有一个人可以一直这样陪着她 为她排有解难 30岁的女人在这个时候 都会很依赖一个人 她们需要男人的疼爱 当她们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真爱 她们会通过网上的一些交友网站 通过聊天来和对方拉伸彼此之间的感情 然后就约出来见面 很多人在出来聊天时都会一边聊天 一边喝酒 喝着喝着就醉了 然后两个人就发生了性关系 她们往往会通过一些手段来得到男人的满足 而且30岁的女人 她的性需求也非常强烈 很难满足她 当她们在路上看到那些情侣时 内心非常羡慕 因为她也想有一天 可以有一个男人带着她环游世界 一起去游山玩水 她渴望得到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 一个真心爱她的男人 而且每当逢年过年时 人家都是夫妻二人带着孩子回娘家送礼 她却始终一个人 这让她会内心感到自卑 从而更使她迫切地想要依赖一个男人 因为只有男女组合才能够叫做家 所以30岁的女人心很可怕 她们的欲望心很强 不是一般男人所能接受的 如果你遇到了这种女人 可以先试着从朋友做起 然后再考虑要不要在一起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